邓丽君超美的照片有哪些? 看完这种珍藏的老照片,你就明白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,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,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渐提高,市场上出现了收录机。 前歌皇后邓丽君的歌,也被陆成磁带在大陆上开始销售,仿佛就在一夜之间,她的歌传遍了长城内外,大江南北,其歌声金角不衰,影响了几代人,从未被人超越过。 邓丽君,1953年1月29日出生于中国台湾省云林县,祖籍河北省大明县,中国台湾歌唱家,日本昭和时代,代表姓日语女歌手之一。 她纯自然的形象,甜美的歌声,成为了几代人的印记。 邓丽君的美是难以复制的美,圆满的下巴,灵动的眼神,窈窕的身姿,她始终给人一种乌木春风之感,比起日本女星山口百汇也丝毫不差。 没有人不喜欢她的歌的,这才是经典,听得起考验。 邓丽君的很多歌曲,比如《甜蜜蜜》《我只在乎你月亮》,代表我的心的,如今早已成为那个时代的符号,在整个华语乐坛,都没有一个人能够与邓丽君定驾齐驱,它是音乐界的一个奇迹,至今无人超越。 1972年12月,邓丽君当选《香港十大最受欢迎歌星》,1973年9月第二度当选《香港十大最受欢迎歌星》,2011年3月18日演唱的《月亮代表我了心》,位居中华民国建国百年金曲票选活动榜首。 在日本2011年发布的《日本女性卡拉OK爱唱的女歌手统计报告》中,邓丽君在日本60岁以上女性中受欢迎度位列第一名,由此可见其知名度。 邓丽君用他的歌声征服了每个人,成为享誉世界无可超越的华人歌后,却由于身体的原因,进入扮演剧状态并淡出乐坛。 于1995年5月8日,阴之气管哮喘发作,致使脑部重度缺氧和心脏停顿。 不幸于泰国清迈去世,终年42岁,家人已逝,带走的是美好雨。 无憾,给人的是快乐与欢乐,留下的是回忆和再美。 世间再无邓丽君,只因天堂最美。 著,习文解密原创文章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图片来源互联网,版权归属作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